他上班 他上班的时候都会放核进火机 当时有旅客说 里面那个机场没有人放死人音乐啊 他放这个阿密伏子的动靠 那现在台湾 家里面有人故事 或是阿密伏子 在布莱夫社放阿密伏子的靠靠 所以这些人他没有听心 他就不知道阿密伏子的意思 所以他觉得怎么这一场有人放这个死人的音乐 觉得某某的 他不了解 阿密伏子是什么意思 阿密伏子是无量的诀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书 不了解 那么现在台湾的电视台 都有弘法的讲经过法 有些人他没有看到 所以不了解 就是一大误会 那我现在的寺院变成奥道之一的庙宇 变成不适合佛教育 佛教是佛佛 对一切众生自然圆满的教育 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它当成宗教 释述 释迦牟尼佛奖金三百余会 揪法四十九年 所说的法 都是后人把它整理出来 传到中国 用今古大和欢迎 整理分类 编成大重书 名为大奔金 内容就是宇宙人的真相 宇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节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 今天这部阿列国记 就是对照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认识的讲经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本经的同传历 我们知道佛当年讲经过法 都是佛传的 并没有文字的记载 佛灭过以后 有佛的弟子们 为了此佛法 能够流传久远 所以佛弟子们 开始解析三藏经理 当时用的文字 是无意义的本文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为了想让中国的老百姓 学习佛法 就一定要将改文经理 翻译本中文经理 本经在词上一共有两个翻译本 第一个翻译本是佛书阿弥陀经 请认识本 言明是一切诸佛所顾念经 以及叫无量度金的 这是在东晋邀请同时四年 东元是四百五六年 第一个翻译本来 我开始和了出 别人 第一个翻译本来 是第一个翻译本来